第七題 第七題就說 當這個開關鍵S斷開的時候 電流呢 就是有1A的電流 就通過這個4Ω的電阻 好啦 而R2 它的電量 電壓就是8V 好 現在題目就問了 就問回R1和R2的數值 好 我們首先就利用 第一組數據 我們就知道 所有的電流都會經過R2 所以R2等於V over i 代入去就算到 是8Ω 所以R2一組就算到了 當這個開關鍵 閉合的時候 電流就不是1A 就變成1.5A 好 而這個就不是 8V 就變成6V 我們首先利用R2 知道是8Ω 這個資料 我們可以用到 第一個資料 就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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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tal content 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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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 等於 V 除 I R 我們知道是 8 了 V 題目知道是 6 I 不知道 好 那我們就算到 I 就是 0.75A 我們就發現 0.75A 剛剛是 1.5A 的一半 即是有一半電流流了下去 有一半電流流了上去 如果你深水清 其實 R 61 就不用計 R 61 同樣都是 8 了 當然有其他方法計 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標準答案 讓大家看看標準答案 其他方法計算都可以 這兩個方法都可以 我們來看看